请收看 绘律法师 冯雪讲座 这个讲到三位法师 东晋有三位法师 智慧的会 恭敬的功 将西人加入庐山联社 跟深光法师 还有慧兰法师等一同追随 员工学习佛法 这个深光等能 学习能力 虽然不及慧兰法师 但是对于专心意想西方极乐世界 却比慧兰法师更为虔诚 恳切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没有接窍 自成 恳切 一心 一意 绝不动摇 也绝对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这个慧兰法师就曾经告诉慧兰说 你虽然好学不倦 学习广博多文 听了那么多佛法 但是 你难道不知道吗 对不对 笼子演奏音乐 只演奏给别人听 自己听不到 虽然企业别人自己就听不到 就银行里面的行员 每天数了钞票 千千万万亿的钞票 一个月能挣的钱 拿到的就是这么一点点 所以 笼子演奏音乐 企业别人 银行里面的行员 数钞票 也不是自己的 也是别人的 意思就是说 修行 不能说只有讲给别人听 而自己没有真实的功夫 这个时候 慧公法师听不下去 人的内心的我执很重 慧公法师听了以后很不悠然 我讲经说法有多大的功德呀 是不是 也不相信 慧兰法师所说的 后来在七年当中啊 慧兰法师呢 本人呢 先世事往生 往生的时候 都有强烈的 想起和感应 又过了五年 这个慧公啊 法师啊 得了重命 在这个 濒临 生命威胁的时候 因此才感叹的说 哎呀 我 当时候都不听人家劝告 只会说 所谓的弘法 立身 讲经说法 而自己却不受用 只会讲给别人听 自己 没有真实的功夫 一点都不受用 没有真实的啊 下功夫去修行 反正就只讲给别人听啊 欠到别人了 自己欠不来 六道轮回 太可怕了 我现在重病了 我怕掉到六道轮回 里面啊 啊 投出 投没啊 到底要轮回到什么时候 才会解脱呢 才会停止呢 在 死了以后又生 生了以后又死 还不是每个 生生世世 每一辈子 都能做人啊 是不是 要下辈子做牛 做猪的话 是不是 就任人宰割啊 变成餐桌上 人家的佳肴啊 是不是 哎 就像日本啊 那个什么 神户牛排啊 听说那个 那个牛啊 要灌那个什么 啤酒 还听音乐 还按摩 摩扫 按摩 人家就等那一刻 切下来一点点 这个 我看电视 新闻这样报道的 这个牛啊 一切下来的 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哦 原来人家对他好 就是要宰掉他 哎 你下辈子能不能做人 不知道 是不是 就是 这辈子做了人 没有碰到音言 还继续轮回 啊 圣善知识 劝不来 有的人善根很深厚 师父 你讲的每一句都是真的 我这辈子决定听你的话 这个就是很有善根的人 啊 啊 对不对 嗯 这会是讲的 也不晓得是真的 还是假的 讲的是很好听啊 说的比唱的好 也听不进去 你说 啊师父 怎么办呢 啊就等呗 就等呗 就继续等啊 继续等啊 也不能怎么让 能怎么样呢 难道你把他抓起来砍头 叫他信佛啊 对不对 善根深厚的人说法令解脱 无缘的众生啊 合掌令欢喜 好 这个时候 得了重病 回公法师才知道轮回的可怕 死的又生 生的又死 我这个灵魂到底死后归何处啊 又总要有一个归宿啊 对不对 活的时候 身体强壮的时候 讲大话 我不信邪 我不信鬼 我也绝对不相信轮回 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是宗教家创造出来唬人的 哎 有一个人呢 那就说 师父 你请阿弥陀佛先生给我看 要不然我像不相信佛 师父 我 你请这个鬼 视线给我看看 我就绝对不相信有鬼 嗯 我就跟他讲 你一点都不科学 你所问的问题本身就有毛病 啊 就有语病 你那个肉眼呢 能看多少 对不对 啊 一堵墙壁你都看不下去 看不过去了 一张纸遮着你都看不过去了 红外线纸外线你也看不到 短波长波你也看不到 啊 还要成什么鬼啊 什么佛呀 看不到的也不表示它不存在 对不对 众生他就是这样子没看到的不相信 后来啊 等到病苦啊 轮回到的时候 就知道了 慧公法师啊 因此就泪如雨下呀 好好的求忏悔 以前的人家欠我实修 跟红法等同重要 我只重视红法 且不重视实修 因此啊 泪如雨下 叩头顶礼 赤愿发心 放生极乐世界 求佛哀诱 赤受接引 这一发 这个心啊 坚定 没有间断 有一天 突然看到了阿弥陀佛 用金色的莲花 来到他前面 因为他一辈子也红法立身啊 这慧公啊 顿时觉得自己 沉坐在联台之上 又见到慧兰法师等人 已经在金台上面 光明当中啊 又见到慧兰法师等人 在金台上 一片光明当中 告诉慧公法师说 说长老长老 你往生净土 因缘已经成熟 你这辈子也红法立身 同时也对佛陀身具信心 从不动摇 你已经居于上品了 啊 因为上品是要讲经说法的 那个在经典里面有讲 文法立身啊 正圣道 才能往生上品的 我们忍不住 替你感到骄傲 喜悦和快慧 只恨因为五作恶士的因缘 五作恶士的诱惑力太强了 顶眼把你耽搁了 使我们这么晚才相见相依啊 慧公法师于是在当天 禀告大众 这件殊胜的感应 说呀 慧兰啊 法师他们来告诉我 我在一片光明当中 他们告诉我的话 我传达给你们知道 然后内心的无比的喜悦 直到往生有份 因此精神振奋的入灭 他没有颠倒的 就像我妈说 师父我也没有怎样 为什么要送来这里啊 他前一天还脑筋很清楚了 他没有颠倒的 我说妈妈赶快念佛 送到这个家后便后 我去看他 他说他要回讲堂 他回讲堂 告诉我说师父 我怎么可以听得到 文书讲堂在念佛啊 还有在念六字道明咒啊 我就知道时间到了 我就知道逆色见到了 我就知道妈妈的时间到了 我们的灵魂是没有距离的 他一辈子都在文书讲堂出路 也能见到心所异想的地方 我就知道妈妈时间到了 他说他能听到文书讲堂在念佛的 念佛声在交互病房的告诉我 也听到文书讲堂在念六字大明咒 我说哦太好了 太吉祥了啊 妈妈八十八了啊 后来啊 运回来文书讲堂 就往生了 那么这个 法师啊 往生的时候啊 这慧宫法师啊 往生的时候 是西元415年 是东晋